英国的前苏塞萨斯公爵夫人梅根马克尔的幺蛾子又来了 不过,这回她不是为了自己 而是替刚刚才从王室拿到王子头衔的儿子阿奇名不平 作为老母亲,她的心是被王室不能一视同仁而伤到了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看王室故事的那个拉不住的风筝 为了方便下次容易找到 看视频前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银档哦 我们接着往下看 阿奇是梅根和丈夫哈里王子的第一个孩子 出生于2019年5月6日 她刚出生的时候,梅根才嫁进王室一年 双方的关系虽然私下已经恶化 但表面上仍旧维持平静 王室对于小阿奇还是挺重视的 她的受洗礼是在温莎堡举行的 伊丽莎白女王虽然没去 但查尔斯和卡米拉还有威廉凯特都去了的 受洗礼完成后一家人还欢欢喜喜地合影留念 查尔斯与儿子哈里以及小孙子阿奇的祖孙三代照也成为了经典回忆 今年5月份查尔斯的加冕礼将盛大隆重举行 梅根哈里已经收到了邀请函 梅根哈里曾经希望他们一家四口也能作为新国王的家人 而走上白金汉宫大阳台上接受欢呼 这点王室明显不会答应 毕竟他们夫妇早就退出了王室高级成员行列 加冕礼完成后 查尔斯国王和卡米拉王后会乘坐王室马车巡游 威廉一家五口 还有新爱丁堡公爵一家四口等重要王室成员们也会乘坐马车跟随在后 但梅根和哈里是不在这个计划之中 威廉凯特一家谢尔金是名正言顺的威尔士亲王家庭 乔治夏洛特还有路易王子三兄妹排在继承顺位第二 第三和第四位 出生于2018年的路易王子 虽然才五岁 但也将跟随哥哥姐姐们一起参加爷爷的加冕礼 梅根的愤怒点就在于此 王室以阿琪和莉莉贝都太小为由 没打算让他们小兄妹在加冕礼上也跟随父母出现 如果说莉莉贝确实还小 六月份才满两岁 那么小阿琪王子在加冕礼时就刚好满四岁了 威廉家的五岁路易王子行 为什么他家的阿琪王子就不行 说起来在王室历史上 当年查尔斯本人参加母亲伊丽沙白女王的加冕礼时 也刚好是四岁 在梅根看来 王室非但不能和当年的标准靠旗 现在路易王子和自己儿子阿琪仅差一岁 也如此双重对待 不能一视同仁 这很明显就是偏见了 梅根虽然一直给外界看来 总是在不断地吐槽王室 但其实他私下也没断了和王室的沟通与拉扯 最大限度地为自己一家争取利益 如今距离查尔斯的加冕礼 还有一个月多的时间 他势必要再次发力 站在旁观角度 梅根爱子情妾确实也可以理解 阿琪路易都是查尔斯的孙子 爷爷的加冕礼参加也是无可厚非的 但拿当年查尔斯四岁官吏和阿琪四岁官吏类比 还是有些不妥 查尔斯是伊丽莎白女王的长子 王位第一继承人 加冕礼上他是必须要出现的人物 王室以四岁年龄为限 也是考虑孩子年龄太小 整个仪式过程太长 他们会耐心不够坐不住 想想去年四岁的路易王子参加女王白惊喜庆典 那个闹腾劲就知道了 也不一定就是针对阿琪和莉莉贝 尤其是阿琪和莉莉贝他们俩兄妹 一直都是生活在美国 没有经历过宫廷典礼仪式 能否很好适应这类庞大而喧闹的场面 才是作为母亲梅根 应该真正为儿子考虑所考虑的 而另外的一则消息是 根据英国媒体透露 查尔斯和卡米拉的加冕典礼地点 选择在威斯敏斯特教堂 曾经的大英帝国统治全球三分之一的人口 即使现在荣光不在 加冕典礼也是全球主目的大事件 整个加冕典礼为期三天 现在网络这么发达 全世界的人都会看到现场直播 在这个历史性的时刻 76岁的卡米拉无疑是女主角 家族奋斗百年终于出了一个王后 卡米拉的上位史并不顺利 虽然是查尔斯的初恋加白月光 但是却因为丰富的情史 被英国王室拒之门外 谁都没有想到 过了几十年之后 兜兜转转王后人选还是她 根据皇家杂志爆料 卡米拉已经在为封后做最后的准备 抓紧时间瘦身和美容 力求在最重要的时刻 以最佳的状态出镜 卡米拉谋足了尽想要惊艳一把 种种迹象都能看出来 卡米拉很期待成为英国王后 并且现在已经异常兴奋 甚至有这样一种声音在传播 卡米拉是最合适的王后人选 情绪稳定处事稳重 能够成为查尔斯的贤内助 加冕典礼将在一个月后举行 卡米拉时刻保持冷静状态 甚至没有一丝一毫紧张的样子 对于卡米拉来讲 这样的大场面照样可以掌控全场 这个女人绝对不简单 反观戴安娜就太自我 虽然已经被内定为未来王后 却输在了小情小爱中 作为包办婚姻的受害者 戴安娜将怒火发泄在王室身上 甚至连女王也受到了牵连 卡米拉则更加睿智和冷静 原本这桩婚事被全民反对 甚至被视为戴妃婚姻的破坏者 如今几十年过去了 卡米拉的民间支持率不断提高 为我们交上了一张满意的答卷 就连伊丽莎白女王生前 也极力支持卡米拉丰厚 觉得她是最合适的王后人选 能够得到婆婆的肯定和支持 卡米拉绝非等闲之辈 情商和智商之高令人佩服不已 一直以来 卡米拉都很低调 作为王室核心成员 尽职尽责完成自己分内的事情 更为难能可贵的一点是 民众也逐渐接受了她 王室形象越来越正面 嫁入王室整整十八年的时间 卡米拉从无到有 得到了周围人的一致好评 不光得到了查尔斯的爱情 也拥有完美的婚姻 和至高无上的地位 面对唾手可得的后卫 卡米拉的状态也很轻松自在 难怪不少王室专家都觉得 卡米拉就是天生的王后命 就算兜兜转转几十年 不争不抢得到了一切 卡米拉是个情商极高的女人 就算伊丽莎白女王一直不喜欢自己 最终也能扭转自己的形象 除了保护王室利益之外 女王也愿意接受卡米拉 实在是令人佩服不已 从不少王室老照片也能看出 查尔斯的此生 挚爱是卡米拉 戴安娜只是一个 倾国倾城的生子工具而已 如今时过境迁沧海桑田 最终丰厚的还是卡米拉 看来冥冥之中自有天意 小编个人的观点是 全英国最可恨的女人卡米拉 纠战雀巢 多年后华丽蜕变 将加冕为王后 而不是此前王室方面所宣布的伴妃 王室已违背了当初 对国民的永远不会让她成为王后的承诺 并且女王亲自声援民众 支持卡米拉 多年媳妇熬成婆了 当年的戴安娜王妃 虽然诸多闪耀 终究还是败给了卡米拉 或许巫婆自然有她的过人之处吧 从卡米拉将要佩戴的 加冕王冠可以看出 她心里是憋着一股气的 在即将到来的她 和查尔斯的加冕仪式上 卡米拉选择了一个 意义非凡的古董王冠 最豪华的玛丽王后加冕王冠 她的特殊意义在于 玛丽王后是英国历史上的传奇王后 凭借着自己的聪明才识 和出色的政治才能 不仅俘获了英国国王 乔治武士的芳心 更成为了英国史上 最长寿的王后之一 经历六朝屹立不到 卡米拉憋屈了这么多年 加冕成为王后 是她叛了一辈子的重要时刻 之所以选择这个王冠 意义不言而喻 并且加冕仪式上 给她举华盖的 是她的五个亲孙子辈 没有用乔治和夏洛特 她带着家人 见证卡米拉家族登顶时刻 狠狠地出一口气 为了嫁给查尔斯 卡米拉隐忍多年 即便臭名昭著 也还是要嫁给查尔斯 不过好在卡米拉最终 还是实现了自己的愿望 笑到了最后 成功地成为了王后 虽然目前只是宣誓了 还没有正式加冕 但是已经能想象 卡米拉正式加冕的那一天 会有多开心了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你对王室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 我们一起探讨 别忘记订阅开启小铃铛 小编在此万分感谢你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